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推广一款 非常广普的 就是说在10度到15度 都能适合的一款配方 而且选材非常简单 这个红虫二号 我们选用这一款 野战的红虫二号 也是占到50% 它现在是作为一款 基础耳 这款耳料的特色 就是比稍微的比较细腻 如果说你在拿着钓小鲫鱼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款 基础耳 它的耳料是比较细腻 钓这么大的小鲫鱼 可以把它作为 直接单开 撒一点拉丝粪 就OK了 它的占到50% 大野战 大概在35% 草莓香脊 在15% 这款耳料 加上总量15%的拉丝粪 阿水比 1比 让它静置三五分钟 就可以 我们现在放了三分钟 然后把它打开 好多人就说 我按照你的配方 配的耳料 根本不能拉 这个就是手法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你在每次画的时候 看到我怎么样把它调整 东西都是一样的 先把它破开 破开的目的就是 把拉丝粪 里面含的轻微 把它分布的更加均匀一点 有时候干了 在手上 打点水 好 这款耳料就制成了 它的特点就是说 拉的耳弹 不大 没有那些 没有那些须须碎碎碎的 那些像毛茸茸的 有一些毛茸茸的 但是它比较磁实 饱满一些 而且比较 比重 稍微要重一点 它可以是直接掉底 如果说你掉符 这个耳料就比重 稍微重了一点 好 我们现在把这款耳 拉的试一下 它的耳料 拉的弹是不大的 这样就是说 你小一点的鲫鱼 一吸就近 大一点的鲫鱼 它就是说 如果说在深冬的时候 使和这些耳料 它没有 外面没有那些 耳痰比较大呀 或者是比较爆 它一下子 感觉耳痰大了 它会拱耳 这个就能够避免 鱼的拱耳的状态 我们下一步看一下 它在水里面表现 这套耳料 它的比重比较大 稍微要大一点 而且它的雾化 不是成那种 细状 垮状的物质雾化 它是碎状雾化 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适用于 在冬天 任何水域都可以掉 天冷的时候 鱼开口小的时候 效果更好 我们把这款耳料 作为在实战当中的 试掉一下 这个到底就是一颗 是 好